歡迎各位益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竟然在兩個星期內 發表了三次批判黃色經濟圈的言論 每一次他都出來說 黃色經濟圈是難以持續的 他在今天接受無線電視的講清講楚節目訪問時 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論點 現在我們一起檢視一下 到底邱大局長對於黃色經濟圈有什麼批判的論點 首先在今天他強調 2019年下半年香港已經經濟下行 出現了負增長 邱大局長指出 黃色經濟圈對於經濟的影響未必大 但是仍然需要指出這個概念是有問題的 這個影響未必大 但是你的反應就非常大 他怎麼說呢 他說國際之間有保護主義加諸在其他人身上的壁裏 我們都反對了 因為非貿易的壁裏我們就反對了 我怎麼可能不去指出呢 他還說到一件事 這是新論點 他說如果一個社會我們用的經營模式是政治理念先行 我的問題就是 是否能夠持續呢 當社會面對這麼大的困難 我們再以這種方式來自我劃分 能不能夠復和呢 這個就是他今天新的論點 復和論 好了 他在17日的時候 在自己的Facebook那裡進行直播 當網民問到他 到底怕不怕黃色經濟圈的時候 他就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圈是可以畫地圍牢的 他就擔心畫圈的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並且認為黃色經濟圈就是不可持續的 好了 再來一個 在12月24日的時候 就是平安夜那天 他接受電台節目訪問的時候就說到 這個黃色經濟圈就非常之質疑到底他能不能夠持續呢 是不是適合香港的社會呢 他舉例 說一家人去吃飯 是不是要分開兩間酒樓 我告訴你 邱大局長 就快過年了 很肯定來到港 那些如果親戚朋友是有警察的 一定就會分開兩間酒樓吃飯 你可以放心 一定會出現這種情況 因為那些市民見到警察就眼淵了 免得同台吃飯 吃了都背脊不落 所以告訴你 這個情況一定會出現 我們又一起看看 到底邱大局長的言論有什麼範駁之處 第一點就是 他提到那些所謂保護主義 你說到底保護主義 你在批評黃色經濟圈 還是在批評大陸那些所謂國貨運動 如果說要保護主義作為一種壁類的時候 你就要反對 那你應該反對大陸那些所謂抵制日課的運動 是不是 大陸搞了很多年 就算在解放之前也有 經常說要抵制日課 支持國貨 這個正正就是保護主義 是不是 不見你出來反對的 邱大局長 好了 第二點 我發現那些政府官員也好 藍絲的評論員也好 經常去歪曲黃色經濟圈的概念 他們提出了一件事 邱大局長自己有說 就是大家可以追求不同價值 顧客有絕對的選擇 沒有人阻擋他 但是如果商店單單因為政治理念 而拒絕接待部分的顧客 他就質疑這種做法能否持續 到底黃色經濟圈是不是說 我和你政治理念不同 我就不做你生意呢 似乎沒有這麼說過 這個黃色經濟圈其實是由顧客主導 不是由黃店主導 你不要搞錯了 是由黃絲的顧客去懲罰那間黃店 就不是說那間黃店 你這個顧客進來之前要喊聲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要喊聲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我才做你生意 根本上就不是這回事 我發現他們經常扭曲這些觀念 就說到黃店不做藍絲或中立友的生意 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你要故意歪曲呢 然後就以這個錯誤的假設 來作出立論 就說這個黃色經濟圈是不能持續的 那就是錯了 絕對是歡迎藍絲和中立友 走進去這間店舖感受一下那個氛圍 有什麼問題 從來沒有聽過黃店是不做藍絲生意的 最多是藍絲不去光顧黃店 這個是顧客主導的 不要再搬出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出來自欺欺人 此外他有提到 如果一個社會 我們用的經營模式是政治理念先行 他的問題就是是否能夠持續 這件事淘傑就已經回答你了 這個紅色經濟圈正正就是持續了幾十年 只不過從來沒有人質疑 根據陶傑所說 六十年代香港的左派 在新華社領導之下 連同家眷大小 人數約50萬 這個紅色經濟圈日常用品 就光顧國貨公司 畫風、御畫、中橋、中國、外祖國用國貨 出售大地排襲衫、大白兔奶糖、梅林排五餐肉 行銷左派公會、報館、學校、滴水不漏 左派單位子弟成長之後 就只是看長城、鳳凰等左派電影公司的電影 一旦學生被發現他看西片或邵氏電影 馬上就會在外國學校遭到教師的嚴厲懲罰 並且會報告他任職左派單位的家長 內外一起監管懲處 左派中學畢業的學生可以蒙受安排 以成績高低進入中資銀行、招商局、德訊行、大公報、文匯報 外貌比較帥氣的就可以安排入長城鳳凰公司做演員 接受老一輩幹部的演藝指導 左派每一處都是一個中型家庭 合起來就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緊守外國核心價值觀,終於無主席 紅色經濟圈一直到80年代初 因為鄧小平吸引外資入大陸 才逐步守不住而瓦解 現在告訴你,紅色經濟圈在香港的歷史 就證明了任何一個顏色 他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一個經濟圈 事在人為,邱大局長 第三點就是 他經常擔心黃色經濟圈的推行者 滑地圍爐,就會自己受害 實際你不用擔心他 每一個人都要畏著他自己的商業決定 來負責任 如果他因為自己標榜是黃店 最終而搞得狼當倒閉 那你就任由他 這些是他救猶自取 既然你也說過很多次 說這個黃色經濟圈是難以持續的 他們都屢勸不改 他要死你不讓他去死嗎? 何必再多說呢? 更何況就是 你作為一個月薪三十多萬的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到底你是不是要斟酌於黃店 藍店這些芝麻綠豆的小事呢? 連那間店鋪什麼顏色都要去管 那些是顧客去光顧之前作出的決定 關你局長屁事嗎? 要不要在兩個星期之內說三次那麼多呢? 到底你是不是很害怕呢? 這些完全是商鋪的商業決定 所以不需要你擔心 第三點說到難以復和 這個問題你真的說得很好 復和就是什麼? 恢復和諧 恢復和平 是這樣的意思 復和 但是復和就不是靠著藍店和黃店 不再分顏色就可以搞得到的 而是要你特區政府正視五大訴求 而且要停止警察的暴力 停止警察的私刑 起碼就要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連這件事你都不肯去接受的時候 那你怎麼說復和呢? 那些商店分黃藍店有什麼關係呢? 他不分難就可以復和嗎? 這個說法是很愚蠢的 好了 那到底政府是不是很害怕那些藍店會倒閉呢? 我就歸納了幾點 第一 現在我們觀察得到 黃店事實上是逆市撈到風生水起的 至少有些店鋪的跌幅是沒有藍店那麼厲害 這個大家可以觀察得到 因為市民開始慢慢使用手機應用程式 來看看哪一家店鋪是黃店藍店 才去光顧食用 這個時候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 慢慢成熟了 這個黃色經濟圈在食店方面 幾乎是完全抵消了經濟下行 以及內部不穩定因素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即是說黃店 比如說龍門冰室開分店 渣哥又準備大攪 還有這個759阿信屋 中期的業績升了2.54倍 這些很明顯就是黃店逆市增長的例子 好了 藍店又如何呢? 就開始虧損 還有有些就倒閉了 比如說紅磡冰室 就已經倒閉了很多間 其中有一間還老少頂一手 就改名叫時代冰室 另外庫林的中期業績 就虧損六千多萬 我們上一節已經說過了 優品360又是虧損的 這就是藍店的情況 第三點 我們觀察得到 黃色經濟圈開始從飲食業界 就慢慢擴展到其他行業 比如零售業 這個759阿信屋就是例子 分禮業 他們曾經作出一個聲明 是不再接警察的生意 只要他們是一個面向公眾行業 只要他們的潛在顧客是全體市民的話 他們就有機會可以建立到黃色經濟圈 第四點就是 似乎你優大局長也有誤判 在今年5月8日的時候 你曾經說過 逃犯條例的修訂 就不會影響營商環境 希望立法會盡快審議這個議案 讓政府解說以色 除而淚 但目前來說 你已經在影響營商環境了 根據你兩個星期內 出來說的三次批評黃色經濟圈 已經很明顯影響了營商環境了 否則就不需要 動員到你這個優大局長出來說話了 對吧 這就是你在5月的時候的誤判 所以到底 政府是不是很怕黃色經濟圈 在各行各業都搞得起 而導致藍店倒閉 失去競爭力呢 這就交由各位益有自行判斷了 好了 這一節就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